我今天特别感慨 一同刚才伤感的时候 我特别伤感 我当年我父亲12年前走的时候 我在北方白家讲坛讲课 他在南方讲课 他临上机场前打了个电话给我 第二天他就倒在家 哎呦 是吗 我还没见到他最后一名 哎呦 太遗憾了 当时我就是在央视的那个宾馆里头 我录完节目 我写一篇文章后在我的书前面的序上 然后一篇文章就一千多次 我写了整整12个小时 写一句话就止不住大哭一遍 写一句话大哭一遍 其实我每年都会一个人 坐在我父亲的房子 但是我后来对家的最深的理解 其实是我父亲给我 他有一句话影响我一生 他说是我们的梦想 赋予生命与荣光 努力你执着我 去追求 所以我现在其实 我真觉得人到中年蛮艰难的 然后我老母亲跟着我 我都不敢给他打电话 九点钟还来得及 我来打电话 要不然他就休息了 他休息比较早 他不会休息了吗 他休息的蛮早的 喂 妈 你还没睡觉吧 没有 你在看电视 在看电视啊 在看什么电视啊 我一开始看那个新闻联播 他一直看新闻联播 我正和几个朋友在一起 然后这个 就是这个 小八都要注意身体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休息的又不够 甚至就受影响了 你也要注意身体啊 你今天这么晚还在看电视 你的眼睛又不好 看完新闻联播以后 我就看一集 或者两集电视剧 早点休息 休息就休息了嘛 我过几天回来 回来就陪你 好好好 在外面都注意休息 好好好 早点睡觉 好好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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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经常说我这个 就不听他话 一样都是的 你知道立波 你知道我妈经常说我什么 我妈经常认真的跟我说 孝顺两个字怎么理解 顺 怎么两个字 不要跟我对着干 顺 先顺 顺了才是孝 他以前这么说 我现在最多的就是说我 陪他时间太少了 陪他 我现在是每次都伤心的一点 华少呢 我特别害怕谈这个话题 我特别害怕谈论家的话 你拿纸吗 不用 暂时还不用 我一会试试 不要像我一样 还有是吧 就背着了 不要像我一样 我兜里永远有纸 谢谢你 认真好 拿好 流量这么大吗